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罗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欣颖 冠病疫情肆虐 疾恐肯亚症又来袭 东甲县多区估计 遇百名的民众患上疾恐肯亚症 民众被迫防疫又防蚊 东甲市区是在去年的11月 开始出现疾恐肯亚病例 并在3月份达到高峰 成一周内致增于20宗的病例 与此同时 沙医和五级干密地区也不能幸免 沙医区至今更累积于30宗的病例 疾恐肯亚症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 痊愈区冗肠 其症状就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 关节肿胀、乏力、疲劳和红针等 大部分的患者都需要在家修养 严重者则入院治疗 东甲一名妇女在今年的2月 患上病症后疑似因为病毒感染而死亡 东甲县卫生局主任罗希拉就表示 该局数据显示 县内的疾恐肯亚病例已经趋缓 目前只有零星的病例 也没有房间说的百多两百钟 他说任何的医院或者诊所 在诊断出确诊或者疑似病例都必须要 承报当局 他们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例如到相关地区检查或者喷吻油 如果没有承报 当局就无法掌握相关病例的记录 镜头转到巴珠巴霞 巴利拉罗大街的一排四间已有百年历史的双层木板电屋 昨夜遭到大火烧毁 事发时手机配件店内的四名店员以及两名顾客 即使逃出店外 索性并未酿成人命伤亡 火患是在昨夜的九十许发生 拥有两间店面的手机配件店仍然在营业 现场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引来大批的民众围观 另外相连的鞋店以及马来饮食店 则已经打烊 上述整排双层木板电屋的其中 14间电屋 已经在2017年被地主拆除 目前只剩下4间电屋 以及脚头间的小贩中心 店面遭到大火烧毁的鞋店业者就表示 店内的货品包括开斋节的存货 都复制一具 损失估计超过7万令吉 一名汉堡摊主就透露 他发现店屋后方冒烟 就立刻通知手机配件店的店员以及顾客 他们逃出店外 大火便迅速蔓延整间店屋 马波新闻方面 位于市区的空置老店屋 今日凌晨再有石墙塌下 索性喂酿成人命伤亡 这也是该威楼在短短的半个月内 第二次发生坍塌事故 令民众担忧安全受到威胁 这两栋毗莲市的老店 坐落在市区三马路 以及斯斯路的交界处 即马波马哈拉尼上城的脚头 上个月29日的清晨 威楼右侧的石墙轰然一身坍塌 形成一个大洞口 吓坏在附近经营面摊的小贩 起料事隔两个星期 面向斯斯街的另一堵墙壁 今日凌晨30也倒下 情况严重 再次敲醒 安全警钟 马波市议会主席加米尔哈斯尼 视察情况后就指出 市议会今五已经联系上相关的业主 后者也回应已经为任性的承包商 进行拆除威楼建筑的工程 最后是一则社会新闻 不法知徒堂而皇之到大古莱花园新住宅区 逐户拆除于20户人家的垃圾潮旅门时 被附近的居民发现 近甲介受屋主所托为由骗过居民 受窃旅门的居民就表示 旅门失窃造成的损失虽然不多 但新房子尚未装修 就已经被窃贼相中 令他们对当地的治安失去信心 希望警方能够给予重视 派员加强该区的巡逻 其中一名受访的屋主就指出 新区位于该花园区的詹布马哇路 共有67个单位 他本身是在上两个星期 才拿到新居的钥匙 他叫后将前往警局报案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州日报新州网